大陸男星张一新 日前为央视春晚彩排 跳完一段舞蹈 接着秀原地后空翻 后空翻失误 虽然张一新急忙用左手去撑地板 但还是没能顺利稳住自己 身体一歪 膝盖重重着地 左脸肩膀手腕 也直接撞在地板上 吓得现场所有人都急忙冲上前 要不然跟上面说一声 稍等一下 我觉得这是自己给自己的要求 过程中出状况张一新手脚脸都有些微红肿 但敬业的张一新过没几分钟再次上台彩排 事后演出团队透露张一新学后空翻只有五天 但为了要有最高水准演出 坚持重复练习 敬业程度令人佩服 不过艺人在舞台表演失误还有古剧集 跳到一半突然掉进升降舞台当中工作人员立刻上前查看 只见古剧集躺在地上第一时间无法动弹脖子似乎摔伤 一度消失十分钟最后忍痛重回舞台 不少艺人都是拼命三郎 为了让作品加分都会尝试新挑战 就算在表演中失误受伤 仍然会敬业完成令人佩服 谢谢陈英轩李悠涵采访报导